欢迎收看11月23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赵门奇 首先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安庚国校举行植树嘉年华活动 师生与志工在校园内种植了1805棵台湾原生种植物 2024新北市铁道马拉松节礼赛将在明年的4月21号开跑 11月23号中午起开放报名 贵山国校举办64周年校庆路跑活动 由全校亲师生以及社区居民一起跑出健康 中岭山内新教育基金会透过社区规划实际化 改造壁潭水岸与新电路老街连接处的阶梯 今天的我是小主播单元 一起来看中华民国少数族群权益促进协会小主播的表现 安庚国校23号上午举行植树嘉年华活动 号召师生与志工在校园内种植了1805棵台湾原生种植物 除了让小朋友了解原生种植物的多养性 更重要的是借此对生态永续尽一份心理 在管乐团悠扬月音开场中 安庚国小校园植树嘉年华热闹登场 这次活动是与社团法人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 台湾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 规划在校园内种植1805棵台湾原生种植物 日立能气董事长局地振兴也亲自参与这场格外有意义的活动 同时在安庚国小校长陈宇芳邀请下为活动正式接牌 我们觉得赋予台湾原生种植物是非常重要的 刚好有机会可以跟台湾原生种植物一起来做合作 在校园里面可以赋予台湾原生种植物 让孩子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台湾原生种植物 进而照顾原生种植物产生爱护它 知道每个植物的重要性 将来除了上播台湾原生植物的种子以外 我们会把它照顾得更好 像我们照顾安庚国小的孩子们一样 为让所有参与的人可以在种植时更容易上手 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也示范了植物正确的栽种方式 而安庚国小校长陈宇芳 日历冷气董事长局地正信 安庚国小家长会长黄庆红 随后也和学生与志工们 在学校仁爱楼、昭阳楼以及日新楼的教室花台及周围区域 依据环境的不同特性栽种多种适合的台湾原生种植物 这一次的活动非常感谢台湾原生种植物协会 以及日历冷气公司的赞助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很多的志工朋友 一起来协助我们原生种植物的富裕 那期待我们安庚国小成为一所永续的校园 能够成为富裕台湾原生种植物的一个美丽的福尔摩沙 安庚国小活动当天也在学校穿堂 举办原生种植物照片展 期盼孩子们能够更加了解台湾原生种植物的多样性 并将环境教育精神升值学生心中 记者声明正门奇新店采访报导 2024新本市铁道马拉松接力赛 将在明年的4月21号开跑 这次赛事有竞赛组、企业团体竞赛组 以及变装组共1100对名额 活动从11月23号中午起开放报名 欢迎跑友们手刀爆起来 2024新北市铁道马拉松接力赛 将在明年的4月21号开跑 这次赛事包含竞赛组900队 企业团体竞赛组100队 及变装组100队 总计开放1100队名额 活动从11月23号中午起开放报名 欢迎跑友们一起来追火车 同时也感受一下共聊上西之美 此外这次活动也将提供早鸟报名利 前100队报名且完成缴费的队伍 就能获得独一无二 印上客制化队名的专属跑一 留下与跑友们最美好的追火车回忆 新北市官女局表示 这次福隆大饭店福隆依旧不缺席 将赞助聘账组前三名获奖队伍 入住超豪华Villa及无敌海警房 更多的活动资讯请锁定 旅跑新北官方脸书粉专 或加入新北旅客 及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查询 记者成名这门期新北市采访报道 归山国小庆祝64周年校庆 日前与贵山发电厂合作 举办社区联合路跑活动 这次特别以烈烈南世西 归山好健康为主题 希望全校亲师生在路跑健身之余 还能够欣赏到南世西沿途美丽的风光 归山国小庆祝64周年校庆 举办系列活动 21号登场的是社区联合路跑活动 这次特别和归山发电厂合作 以列列南世西归山好健康为主题 除了全校师生 更邀请社区居民与家长一起参与 因此包括了归山里地长高一良 以及贵山发电厂厂长吴正龙 都陪着孩子们跑起来 我们希望小朋友除了有健康的身体以外 也透过这一次的亲子的路跑活动 培养亲子的情感 更重要的是可以欣赏我们南世西 跟贵山电厂美丽的风景 我们也赞助了一些饮料 那我们也请了一些员工来当交通指挥 所以我认为说这种牧民的活动 在台电来讲是非常的 大家都我们长官都是很认同的 路跑活动由高年级低年级与幼儿园 以及中年级分三个题次出发 路线由万年桥往贵山发电厂方向 到兵品部再折返 高年级部分全程约1.6公里 中年级1.3公里 低年级1.2公里 大约经过11多分钟 高年级第一位冠军跑回周点完成目标 而年近70岁的龟山里里长高一良 将是老的辣获得了亚军 我因为以前我练过路跑 那太久没练 所以为了这一次我也很认识了20天 这次路跑也有不少家长陪着孩子参加 亲子共同挑战显得格外温馨 一位阿嬷就表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加上好天气好空气是相当有意义的活动 很赞啊 对啊很棒 就跟小朋友这样一起跑真的很赞 而且我们这边空气又很好 龟山国小指出 孝庆路跑活动强调的不是名次 而是希望可以增加孩子们运动机会与培养耐力 同时促进亲子间的互动 就这次路跑不仅彰显了孝庆的欢乐气氛 也让全校可以洋溢健康的活力 记者成名者们齐新店参谋报道 中岭山内线教育基金会 透过新北市城乡局社区规划师计划 邀请社区居民一同改造连结碧潭水岸 与新店路老街的阶梯步道 使用马赛克艺术瓷砖拼贴 并结合史农教育绿美化理念 说希望让阶梯成为社区共好的象征 也期盼能成为在地景点 导引人流走进老街 感受地方人文的美好 在碧潭风景区靠近商店街旁 有个通往新店路老街的阶梯步道 透过新北市城乡局的社区规划师计划 在中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执行下 完成改造老街与水岸商圈连接处步道及阶梯 邀请社区居民一同参加启用仪式 中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执行长杨乔安说 基金会就设立在新店路 这11年来致力于新店区各小学推动食农教育课程 深知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所以希望透过社区营造案例 将食农永续共好的理念精神 以另一种姿态呈现给社区居民 我们也把食农教育也带进了新店的小学里面 所以我们既然就已经进到小学 教小孩子说你要怎么吃 你要怎么去辨认什么东西食物是健康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小学跟社区是连在一起的 那我们当然就说 那我们就要从社区开始做起 出席活动的新北市议员刘哲章表示 在得知基金会的计划想法后 就全力支持协助 现在不但美化了阶梯 更连结了老街与碧潭风景区 未来会再促请相关单位 研理配套方案 让来到碧潭游玩的民众 也能够感受到在地老街风情 看到阶梯的完成 也希望说我们的城乡局也好 我们的公所也好 未来要怎么做一个配套 让这些游客能够倒到老街去 让他发现原来碧潭风景区 不只是只有商圈而已 还有这么珍贵 几百年的一个老街风貌 小小的阶梯充满了暖暖的供号 除了在31个踏梯上做了打磨防滑 并整理了边坡两侧直载 而在这之前 基金会还透过了说明会和社区工作坊 邀请居民一起参与改造计划 以very very good的精神象征 传达对在地文化的尊重 和享受自然的态度 阶梯的改造不但凝聚社区力量 也期盼能够成为在地景点之一 为游客带来便利性 同时增加欣赏老街人文的意愿 串联起碧潭水岸和老街的美丽穿梭 记者杨邦友周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广告后继续来看 我是小主播单元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超好看 购物金送你不手软 申请一居光闲上网 指定方案 免费升级三台Mesh Wi-Fi 6 在想购物金折抵优贵价 每个月只要849元起 让你上网更快 追剧更顺 讯号更完整 在想加码里 加码周 快拨打2917 3939 喜欢记录生活 分享生活吗 圈弄三公用频道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接着是我是小主播单元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中华民国少数族群权益促进协会 儿少领袖培训营小主播的表现 大家好 今年夏天特别热 许多人想到清凉消暑的最好方法就是玩水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就特别提醒 夏日细水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 尤其是危险水域千万不能去 绝对不可以有侥幸的心态忽视警告禁止标语 而在开放水域细水时也要遵守安全原则 切记救逆五步 防逆使招 包括选择合法细水地点 要有安全装备等等 到开放的水域细水一定都要穿救生的安全装备或者是服具 对于不熟悉的水域尽量要有一些安全的概念 就是不要轻易的下水 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漩涡或者是暗流 这部分其实都会造成民众生命的危险 另外前往细水时一定要留意当地的天气状况 尤其近年来气候变迁午后暴雨的情况多 细水暴涨的速度快 往往让细水民众措手不及 要特别留意当地的天气预报 那如果发现天色乌云密布 那这时候民众要有警觉性 就是不要等到真的下雨才离开水域 应该是要有预警的一个概念 根据统计近五年来 平均每年就有约900人溺水事故 地点以稀河为最多 所以在从事水域油气活动时 务必要确实掌握自身能力 并且做好万全准备 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安全第一 才能够开心细水安全回家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店采访报导 来看芳琪亚有哪一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超好康购物金送领布手软 申办EG光纤上网指定方案 免费升级三台Mage Wi-Fi 6 在想购物金折抵优惠价 每月只要849元起 在想加码里加码抽 快拨打2917 3939 大芯片监控防护2.0 AI人像辨识极致告警 为您顾家顾点都安心 在想切到损失补偿线 每年最高36万 速洽2917 3939 112至113年度 青年租金补贴受理申请期间为 112年10月2日至113年12月31日 公告办理名额共计有1270名 公费流感疫苗分两阶段施打 第一阶段从10月2日起 第二阶段从11月1日起 请符合接种条件的对象 前往卫生所或合约医疗院所接种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辆 从10月2日起至12月29日 展出临近端老师个人绘画作品展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以上的新闻内容 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纽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